好了,你現在在聽的是神芒第一線 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訂閱狀況、網開片、情報、沙冷氣和主持人的個人頻道 希望大家可以幫幫忙把直播節目的節錄傳播出去 多謝大家的支持 好了,講講美股 全線下跌 道指是38563.8% 跌了64.19% 跌了0.17% 標準普遍258%跌穿了5000點 4975.51% 跌了30.06% 納斯打指數是15630.78% 跌了144.87% 跌了0.92% 英偉達跌了一大截 其實今天,如果沒有搞錯 今天晚點,收了市後 他們就會公佈他們的業績 英偉達的業績肯定是帥哥的 但為什麼股價都跌了4.4% 一天 就是 市後 跌了4.4% 其實 你說是沒有高跟低 其實我告訴你不是 因為如果 你計算,其實股價是可以計算的 股價是可以計算的 為什麼可以計算? 如果你看看過去12個月的PE 過去12個月的PE 這個市盈率是91.7倍 如果你看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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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猜的 你只是猜它 它的股價是 4.5% 就是33.52倍 這些數據是Bloomberg的 那裡看回來的 那 你說33.52倍 其實也是30倍而已 也很便宜 如果高科技增長股來說 33倍也不是什麼 但是 我也要說 買AI晶片這件事 它會一波一波的買 你要記住 為什麼 我是一波一波的買 你要記得這件事 它什麼時候入帳 它有控制權 其實 這個 黃先生 它什麼時候入帳 它是有辦法操縱的 它是這樣的嗎 它是有辦法做的 那些數據如何入帳 還有 為什麼 一波一波的賣 因為 現在買了晶片的人 它不會慢慢更新的 現在你放了一些晶片 來打一個伺服販的人 即是放了 輝達晶片 或者英偉達晶片 來打一個伺服販的人 只會買一次 那些晶片 是會用一段時間的 你要知道 拿了貨之後 它不會馬上更新的 那麼市場上的需求 你說 是不是 不斷地推上去 我又告訴你 不是 我告訴你 不是 這些就是 一些 小的 公司 那些公司 都看到的情況 你說 那些大公司 可能會不斷地買 我也不排除有這個可能性 而且它交貨 因為它不斷生產 不同時間有貨交的 但是 到了 要買這些晶片的人 買完 的時候 它是 沒有辦法再推 再推新晶片 就再有人買 不是這樣的 我也要講現實 不是這樣的 你現在把那些模型出來 那些AI模型出來 現在發現了 是 有些顯卡都能行得到 不過雖然就不太順 有些顯卡都能做到 那 你說 可以快很多 這樣 現在很奇怪 就是我講的事實 現在的AI模型 因為它很多出來的時候 你進入了 譬如做一些數據分析 你塗一條數據出來 它每次計算出來的結果 是不同的 真的是這樣的 事實上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實戰經驗 輸入的東西 給AI模型 是一樣的 它出來的東西都會不同 每次都會有差別 它的設計本身是這樣的 但是 如果是這樣 你就要想一下 究竟 是否真的要不斷更新一些硬件 呢 你要改一個模型才要更新 你的模型不改 只是更新的硬件 如果你說研發一個模型 要運行很多次 其實現在的人很多 自己一個伺服器就能運行到 我在香港的朋友 是搭一個兩萬多的伺服器 就可以運行一些模型 如果是小型的 如果是這樣 如果是這樣 如果是做超大型的 如果是這樣 超大型的 很多公司已經買了它的算力 已經買了 Admedia的算力 所以 現在 現在 你會說 為何我之前跟汪友說 他六百多元買 我跟他說是危險 有錢賺就買了 為何會這樣 就是因為現在是真的危險 現在是 從年頭到現在是升了四成的 現在是 你要知道 我說這件事的時候 到現在是升了三倍 三倍很少而已 還可以升的 我也不排除他還可以升 我的看法是 他是有可能可以升的 但是 是可能的 可能性 對比他跌的可能性 就是低很多 他跌的可能性是高很多 所以我一定是要小心的 不是的 明天就要摩利鵬牙 他公佈過數據 出來炸到爆 那你就死了 是的 會的 我不是說是沒有可能的 我也說是有可能的 這件事 但是 現在 你當然是等一等 如果我的看法就是 他是 有可能 我認為更加有可能的情況就是 他會插下來一口 因為現在是升的 你看回一些圖 你看回一些圖 你相信圖 你要看到 他升得很急 你要看到 他在2024年那一陣 升四成那一陣 是升得很急 不是慢慢爬上去 是一聲打上去 是危險的 如果你看到 一聲打上去 你會覺得是否很安全 我就認為不安全 何虎就說 不讓中國用 都已經走了很多 沒錯 這也是另一個原因 還有 現在 這些和政治是有關的 這些就是 荷蘭他們的貿易部長 他之前在國會 就有說 荷蘭政府擔心 ASML 即是 生產晶片的 製造設備 就會被大陸用來做軍事目的 所以 這個荷蘭 貿易部長 他就 決定拒絕 即是 給ASML一個出口許可 當然 這個荷蘭的貿易部長 他有一份報告寫下了 他說 中國很注重外國的專業技術 包括荷蘭的 微影領域的專業技術 這是用來拍攝晶片的 很可能會在軍事技術發展上提高 自給自足比率 他就在報告上寫 這個 ASML的 微影設備 嚴格來說 這些是光刻機 用另一個說法 就是 可以拿來製造 先進的半導體 這些半導體 就可能會用在 高價值武器系統 以及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所以 荷蘭政府 審查出口許可的時候 就會特別考慮 這些 最終用途的風險 其實 荷蘭 都是被美國壓住的 不讓 ASML 出口很多東西去中國的 就是 DUV 光刻機 都是沒有試過 出口給中國大陸 現在 新機 都是 沒有賣給中國大陸 其實 很有趣 荷蘭 最初批准了出口 進去 接著 是收回 其實 國內現在是大力搞 判導體的 大力搞晶片 但是 中國的晶片廠做的 其實是 我們叫成熟製程的晶片 就是做家電 那些 就是家電裏面有很多晶片 現在 做家電晶片 中國 自己做很多 現在 那麼 這些設備 中國 中國 就是買得到的 成熟製程 不是先進製程 河虎說 輝達 下來 六百元也不出奇 現在已經六百九十幾了 現在已經穿了七百元 之前升上七百元 但是 美股其實 不是沒有風險 我經常說 我提到的 只能說 不要聽炒股APP 這個我講過很多次 胡說 胡說 是死定的 而且 如果 要買 美股 你也要看準時機 因為現在 很多人都很高 有些 我認為 根本是絕對不能買的 就像特斯拉那些 有些人說 特斯拉 我的看法就是 特斯拉是絕對不能買的 現在 已經是很危險 其實 如果你買比亞迪 其實 你唯一 買比亞迪的原因 就是 我一定要說清楚 你認為 在國內的電動車市場 比亞迪的市場份額 可以再擴大 以及他的運能車 要看好他的運能車 你不可以單純看他的 純電動車 純電動車這件事 我是說真的 我覺得現在 很多地方已經把握了 純電動車市場佔有率 不能再上 因為很多人發現了很大的問題 純電動車 為何有很大的問題 就是 就算你每天 車子在家裡充滿電 你有一天 要出去 例如 像我有時候 也要出去 開車開幾百公里 你去到那個目的地之後 你要找充電站 有些地方是沒有的 我只是說過事實 有些人說 不是 現在很方便 理論上是很方便 實際上不是 我也說過 實際上一定是油站方便 因為油站周圍都是 車子走不了 就馬上入油 沒有油就馬上入油 基本上 每十公里都一定會找到一個油站 但現在 你可不可以每十公里找到一個大的充電站 是不可能的 其實國內都做不到的 還有 現在的充電費用是越來越貴 現在很嚴重的 就是買了電動車的人 還有 政府又開始看到 咦 你們一元稅都沒有交 現在是要你們交稅 哈哈哈哈 那 要你們交稅的時候 那就是要付錢 是不是 所以騰京一就說 其實軍用武器晶片 用白納米 關DU什麼事 這就是荷蘭他的說法 不過我也不敢說 軍用晶片一定是 百納米級別 吹騰京一 我不敢說 究竟美國人 他們的晶片 在軍事武器 用得多精準 或者歐洲人 用得多精準 或者多小的 微電子放進軍事用途 我也不敢說 我也不敢說 這個一定是百納米 所以他們的說法 可能透露了一些訊息 就是荷蘭他這樣說 可能透露了一些訊息 可能西方的武器裡面 可能用的晶片 那個 製程已經是很小的 我不敢說 真的 有些事情 如果我這樣說 一定是用 百多納米的晶片 來做武器 俄羅斯那裡的武器 你可以這樣說 但是西方的武器 我真的不敢說 我 那些製程是怎樣 我是絕對不敢說的 那 Cindy Law說 比亞迪做航運船 增加運力去海外 海外市場 有些地方還可以升 但不是一個 他默韻的車 一定能賣得到的情況 你會留意一下 特斯拉有減價 現在比亞迪都迫著減價 但我覺得比亞迪是最後贏的 特斯拉是沒得贏的 這是我的看法 阿威說 軍用晶片 大陸組就自己做 沒錯 這是真的 但是 製程 這就是那個問題 你說 國內會不會 那些晶片 再做 一些小一點 武器再聰明一點 我也不敢說 老實說 我也不敢說 其實美國 軍事武器裡面 用的晶片 是什麼製程 我也不知道 一定有些東西 他們有秘密 其實荷蘭會不會 爆出某些秘密 我也不敢說 但是你想想 就知道 他說可以做晶片 即是他們可能 已經用了 比較先進的製程 去做晶片 這是 根據他們說的 去推論 當然你可以用另一個角度去看 沒有可能 沒有理由 做武器要這麼精準 沒有理由 要用這麼小的製程 這麼先進的製程 就很浪費 但是 又不是這樣想 因為 你把晶片 弄得比較小 因為製程很小 你可以把晶片弄得很小 還有 你可以把幾顆晶片 塞進一塊東西 就像手機的SoC 這樣 你想想 他可以把幾個晶片的東西 整合在一個小的晶片上 那他整體的武器 就更輕一點 你說 都不會輕很多 但是他可以把整個電路板 弄得一個晶片這麼小 你再想想 這個也是有可能 我認為這個也是有可能的 就是 他再弄得更小 再弄得更厲害 這不是沒有可能的 這是我的看法 那歐洲方面 講一下歐洲方面 德國法蘭克福DEX DEX指數17,068.43 跌了23.83 跌了0.14% 英國倫敦富士 7719.21 跌了9.29 跌了0.12% 還有法國巴黎Cat指數 7795.22 升了26.67% 升了0.34% 那 亞洲方面 其實 港股 都16,247.51 昨天也升了一點 昨天也升了一點 但是 情況沒有上海那麼好 上海現在 A股是2,922.73 當然現在還未開始 那我認為今天應該都是向下 就是我認為 因為現在 歐美那邊都是向下 一定跟歐美的嗎 雖然 有些事情公佈了出來 大家是有憧憬的 我會說 現在公佈了什麼 大家是有憧憬的 但是 其實大家知道 舊市的軌跡 是還未定下來的 所以 現在有些人 趨定要入定 那 不是不行的 我覺得你可以入定市 但是 你要預計 有可能 會多震一段下來 還有現在 其實 香港的市 和內地的市 其實 和政治的關係 很大 不是單純賺錢 因為 香港 改變了 有些事情 香港 如果單純賺錢 那 政治那部分的影響 就少了 但是 港股 其實出問題 我認為是政治問題 多於一切 現在的高官不是這樣說 那些財金官員 就說 是加息 是外圍 但是你想想 加息 每個地方都加的 現在哪裏有地方不是高息的 全世界都高息 人家的股市為何又升 是因為香港不升 還有 這個世界 每個都是加息 樓都不是每個都跌到 像香港那樣大 為何是香港跌 有些事情 很明顯是 政治上 做的事情 大家是打問號 你說 是抹黑無終生有 現在 鄧炳強 他去 香港監察 抹黑無終生有 然後 鄧炳強還出來說 我不怕你們 鄧炳強 像戰狼的模式 可以不可以 我也跟大家說 戰狼這樣 其實是無所謂的 我的看法是戰狼這樣 沒有所謂的 但是 所有事情都有代價 所有事情都有代價 我不怕被你們制裁 我本身都被人制裁 制裁行動是黑社會方式來欺負我們的官 說實話 說實話 23條的諮詢文件 是不是真的 要沒有意見 才支持你呢 當然我是打個問號 待會休息一會 回來再說說23條 為什麼我講很多次 都是跟數據有關 因為真的有關 要了解了國內對數據的思維是怎樣 以及跟香港人看數據有什麼差別 然後呢 還要你看看法律的條文寫什麼 你才可以知道 現在立法的事情 究竟有什麼實質影響 現在每個人都說不同的事情 你留意一下 建制派的人 每個人都說不太不同的事情 沒有問題的 不過主調就是沒有問題 跟國家的國家秘密就可以了 跟國家的國家秘密標準 是不是真的可以呢 在香港 這個我是有保留的 真的 真的有保留 休息一會兒 回來講一下為什麼 在香港 會不會 開動 對 那 有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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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 有 有 by bwd6 by bwd6